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中南海营台会见来京述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成 听取他对澳门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表示 一年来贺一成行政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认真履职务实有为 顺利完成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修改 有序推进行政长官选举法和立法会选举法修改工作 加强对博彩业依法管理 编制澳门历史上首个全面系统的多元发展规划 推进恒勤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取得新成效 持续扩大对外交流合作 澳门经济快速复苏 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中央对贺一成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 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强调 新时代新征程 我们正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中央将一如既往 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全面落实爱国者之澳原则 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 团结带领社会各界 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 不断推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以新的发展成果迎接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 李强、蔡奇、丁薛祥、石太峰、陈文清、夏宝龙等参加会见 我们下期见